今天就要帶大家開箱一下 美國加州的孤火總部 究竟這些破百萬年薪的工程師 工作日常都在幹嘛 還有按摩 有押忌廉跟整人按摩 What the heck 炸牌 為什麼那麼多東西 這是你的二人家 午睡的地方 雖然是可以來這裡喝酒 歡迎收看Kelly's Channel 我是Kelly 你有人生的夢幻職業嗎 又有哪些職業是可以讓你順利獲得人生第一桶金的呢 是去澳洲打工度假到農場養牛嗎 還是到Google當夢幻等級的工程師呢 今天就要帶大家開箱一下 美國加州的孤火總部 他們總公司在1997年成立 1999就搬過來美國加州 佔地面積超過200萬平方英尺 究竟這些破百萬年薪的工程師 工作日常都在幹嘛 他們的辦公模式又有哪些是值得我們學習的呢 今天就帶大家一起去看看 Go 我們現在在cafete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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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要帶我們參觀辦公室的是Benjamin 他說我在Berkeley大一到大三的算學長 但是因為他到我一屆 然後我提早一年畢業 所以我們兩個就同時畢業經典一起看Google 我們剛剛就進來 這一棟是Google Cloud就是雲端的 然後我們上來這邊現在是午餐時間 剛剛我們拿辦的時候人超有幾多的 真的是很surprise 因為我們禮拜五通常公司都沒人 但是他說 他說都不是原封 多房客 這邊就是有grill station 然後有沙拉 有主餐 然後主餐今天有什麼 印度菜炒米粉 然後還有dessert 就有甜點什麼的 但是你覺得好吃嗎 我現在來吃吃看 我覺得就 第一天吃還不錯 但是就後面吃 就越吃越習慣 然後覺得其實還 員工餐吃一吃就是還好 但至少是免費啊 訪客也全部都免費 對 我吃吃看這個米粉 你可以吃啊 你可以吃啊 喔 有啦我覺得可以 而且以亞洲人的嘴 來說這個米粉已經可以了 還有這個印度菜 吃吃看 好吃嗎 OK啦 可以可以 就是沒有到那種餐廳超驚訝的好吃 但是以員工餐來說好吃 如果有到餐廳超驚訝的好吃 我會擔心 所以這邊三餐都可以 都有嗎 都有 他就讓你留下來 好 但你就可以 就你加班 就早上來 然後坐一個小時多 然後吃個午餐 然後現在我再坐一下子 去個健身房打個球 然後吃個晚餐再搭個小偷回家 我們現在要去哪裡 我們要去樓上的terrace GOOGLE GOOGLE怎麼很少女心的感覺 你知道一個工程師不會appreciate 所以他們就搞得很fancy 我們那張還有紫色的燈 這裡還有一個長得像瀑布 然後那邊就是籃球場 然後其中一個籃球場 然後排球場在上面 然後就是屋頂 那邊view真的超好的 那邊乾的是游泳池 今天游泳池沒有看 太吵了吧連游泳池都有 他不能多蓋點什麼四年來就場 然後表格這麼裝潢 我們現在要去哪裡 我們現在要去中間那個屋頂的那個skygarden 剛剛這一棟的外觀 這是我們剛才在裡面的 就是整棟外面都是玻璃 長得非常的google 什麼意思 就是一眼就是科技公司 這邊真的都看得到耶 很多人坐在窗邊 裡面看起來也超漂亮的 喔 看見了 裡面有健身房 我們又來到一個食物區是怎麼樣 一樓可能會有一兩個這種地方 然後就會有飲料啊 然後下面那邊有零食 然後會有香蕉水果之類的地方 啊這個就二十小時 可是也不會有人幫你做什麼東西 為什麼有洗衣服 有人要住在這裡嗎 要洗衣服 sometimes you just wanna do laundry at work 我你要 加班加到 不是你覺得有些人 因為很多人會騎腳踏車上班 就是流汗的衣服 或是運動後流汗的衣服 其實可以就住在公司 可以因為公司有 nap pod 然後還有 music room 那些的 就 technically 你其實住在公司是ok的 而且還有 massage room 所以 like 還有按摩 有 massage chair跟 等等 What the heck Do you have to pay though? Uhh no There's a bar? Yeah there's a bar here 這一排的門也太 colorful了吧 Wait so it's 包箱的概念嗎 有 What There's an actual bar 所以是可以來這裡喝酒 What You don't have alcohol 所以這上面就是有人帶進去嗎 有人真的會在這裡上班嗎 有人真的會在這裡上班嗎 因為這裡像比較是酷的 You don't know This is the secret room 一開始第一個月來上班的時候就覺得 喔好酷喔 喔好酷喔 然後最後一句 喔 Yeah 轉了什麼轉了 就有點不太驚訝發生什麼事情 看到什麼都很合理 這裡還有超多google腳踏車 可是這裡有大道需要騎腳踏車嗎 因為像這個只是一小圓區 它其實旁邊那一棟也是 然後左邊那邊還有兩棟 然後這個後面還有一棟 公司太大了 走路已經無法 而且真的沒有辦法 有時候走路要走三十分鐘 我們現在在Sunnyville的office 我們現在要出發去Mountain View 但是可能直接開車去 這邊充電車不用錢 是不是該買電車 沒錢啊 請海力贊助我 這裡很多車在充電耶 難怪這麼多Tesla 對啊 我們現在來Mountain View的office 離家那邊大概十分鐘車程左右 然後這邊就是另外一個很大的總部 但是長得不太一樣 這裡有乒乓球室跟音樂的 這是什麼 Music Room是幹嘛的 就是來鋼琴啊吉他的都有 好 如果上班上到一半可以來這裡探鋼琴 如果他正常是拍的話他應該就會更長 太誇張了 我發現Google真的很愛跳高耶 所有的就是跳高大概兩三成以上 大牌 為什麼不太高興 這個 二人家五歲的地方 太神奇了 這裡還有很多腳踏車耶 對啊 這些是裝飾用的 裝飾用的 它其實會有什麼小燈可以一起 我大概抓到這邊的那個內裝的感覺 很colorful 然後很冷那種很有狐力的 然後右邊那邊是吃飯的地方 左邊那邊也是吃飯的地方 到底要吃多少 出去外面也是吃飯的地方 那這邊明顯比剛才安靜很多 就人比較少 現在差不多到都走了 2點43大家已經下班了 那星期五就回家上班了 因為我們星期五其實不用上班 來上班 回家上班 好好對不起 回家而已 然後這裡很多是一區一區的 所以它每一區都有自己的feet 然後會叫什麼 我們又來到一個Arcade Room 所以這些是不用錢的 對 不可能要錢 公司裡面東西通常不用錢 欸靠 欸 欸 我害怕 看來真的是不常玩 換你gay 欸 這是Passman耶 188的作業 I died already 所以真的是隨處可見的那種小廚房 每一層樓都會有 就有所有的零食飲料 所有的反正任你拿這樣 這邊就真的是他們的辦公室 所以比較安靜 然後 有很多辦公桌 但是我怕拍到一些機密的資訊 所以我不想拍 然後這個人現在坐在空空空間 在用電腦 對 這邊的那個vibe就有比較嚴肅一點點 比較有上班的感覺 我發現這裡每一個micro kitchen 就會有一個這個 半自動的咖啡機 這台很貴欸 我自己家裡想買這台我都捨不得買 很像觀光客 這裡大家都需要一個地圖 後面這棟是Google的飯店 Yup 它是只有business trip的時候你可以來住 出差的時候 員工可以來住這個 裡面好嗎 你有進去看過嗎 沒有 你比較喜歡這個辦公室 還是Sunnyville那一棟 我覺得工作我比較喜歡在這裡 因為這裡沒有那麼多 沒有那麼高壓的感覺 你對Google整體辦公室的那個文化 感覺是怎麼樣 就你們在這邊上班 真的有認真上班嗎 還是真的太放鬆 沒有就是 雖然就是整體環境蠻chill 就是蠻舒壓的 就是公司也不會想要讓你壓力太大 然後 但是大家都還是蠻忙的 因為會還是很多 就是很多人就是從早開到晚 看見有一個人都沒上班 不是我剛有回 我有回去的一個email好不好 幫他澄清 差不多 其實平常有在上班 只是最近比較閒 所以今天可以帶我們出來 可能是我們這種訪客來的時候 才會對這些東西很有興趣 吸引觀眾朋友 如果在上班的人 可能其實真的還好 我也可以想像 我如果在這個地方 真的上班很久的話 我可能也不會特別去那些 你有什麼設置 是你特別會用的嗎 就Micro location跟健身的方法 即使我自己在別的科技公司上班 我來我也是覺得 真的是超多很奇特的東西 還有Google vibes 然後又有很多很 很別出新材的設計 好我們今天參觀就到這邊了 如果你喜歡這個影片的話 訂閱按讚 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支影片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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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您也想成為下一位爆紅創作者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 一起來投稿吧 還用了第二次看 也可以看 也可以看 可以問 可 可以看